金平梅 第八十四号 我是评书演员梁军 昨天咱们说到 吴月娘率领梦玉楼几个人 清明节上给西门庆上坟 留西门大姐外家四娘孙雪娥在家看家 这午饭以后 西门大姐孙雪娥闲得无事 在门口站立 忽见一个磨镜子的人过来了 孙雪娥呢就想磨个镜子 把那人叫的跟前 那人不磨镜子 只顾上下打量孙雪娥 孙雪娥不高兴了 心得慌 那个老爷们看着我干什么呀 就说 那汉子 你不磨镜子走吧 看我干啥 那人说 雪姑娘 大姑娘 你们不认胆了 大姐猛敌看 又眼熟 一时就想不起来 那人说 哎呀 俺是爹手里走出去的 来忘了 宋慧莲是俺妻子啊 哎哟 这一句话 勾起了孙雪娥这几年的回忆了 可不吗 这不是以前和自己有过私情的家奴来忘了 只是变了 变得又黑又胖 几乎认不出来了 孙雪娥赶紧问他 哟 你这几年都在哪啊 啊 哟 咋变得又黑又肥了 来忘说 哎 我被爹赶出了家门 到原籍徐州 家里闲着 没个营生 投奔了个人呢 到京上 来当半党 不想走到半路里 那老头啊 死了 家丁啊 也都散了 我便投在城里啊 学个银匠 学会了 干银行的手艺 揽个大头手势 各样的生活 这几天呢 行事不好 银匠叫我挑个担子出来 到街上 买点小灵活 突然见娘们在门口 不敢前来相认 今天 要不是您老人家教主 俺还不敢上来嘞 孙雪娥听罢 又悲又喜啊 哎呀 原来是这样 叫我认了半天 没想起你了 哎 咱们都是旧相识了 怕啥的呀 哎 你担子里 有什么手势啊 挑进里头 俺们买你点 照顾你生意 雷旺一听挺高兴 赶紧把担子 挑到里边后院来 打开箱子 用匣子 脱出几个手势 这手势啊 还真是来往做的 打扮得十分奇巧 雪娥看了一点 就问来往 你还有没有别的 拿出点来 来往又取出个盒子 里边各样大便脆花 外价零脆小价 西门大姐当时就捡了两顿脆花 孙雪娥呢 留了一顿脆缝 大姐呢 当即撑出银子 交给来往 孙雪娥手头没现钱 该来往 一两二千银子 约谢她说 明天早上来去吧 今儿个 你大娘不在家 同你三娘和哥 都奔坟上 给你爹烧纸去了 来往说 哎 我去年在家里 就听见人说爹死了 大娘生了个哥 怎么着 挺大的了吧 哎 孙雪娥叹了口气 如今这孩啊 才周半 一家子 大的大 小的小 跟堡上的珠子一样 全指着孩子 过日子来 正说着 来朝的妻子 一丈亲出来 与来往相认 众人挺高兴 倒了一杯茶喝 来往接了茶 就说 哎哟 来朝嫂子也在这啊 俺来朝哥呢 小腿棍 怕不也长大了吗 一丈亲听着 挺高兴 一一的回答了她的话 就吩咐说 赶明啊 你来见见大娘 来往 听吧 挑着个蛋 就出了门了 到了晚上 吴月娘 众人轿子来家 孙雪娥 西门大姐 和众家人 媳妇丫头接着 都扣了头 月娘 告诉孙雪娥 和西门大姐 就把 遇见春眉的事 给说了 哎哟 原来 潘六姐 就葬在寺后边 俺们也不知道 他来呀 给金莲烧纸 误打误撞的 撞见了他 娘们 又认了回亲 现在寺里呀 长老摆了摘吃了 落后自己 又放了两桌酒席 摆上他家带的 四五十个盒子 还有菜树下饭 筛酒下来 根本吃不了 他见了哥 给了一对簪子 哎哟 挺和气的 行三做五的 行着大轿子 还有好多根损 出落的 比旧的时候 可胖多了 不大劲的也说 哎 他倒也没忘旧啊 那时候在咱家 我就看他 比别的丫头 会办个事 是个材料 今天呢 才有难办造化呀 孟语楼接着说 嗨 你们还不知道呢 俺背地里呀 问他了 他真的 怀上孕了 八九个月了 手背好不喜欢 薛嫂啊 没说谎 说了一会儿春梅 薛娥就提起了雷旺 嗨 今儿个娘不在 俺和大姐 在门口啊 看见雷旺了 感情 他学会了银匠 挑着个担子 卖金银手势来 俺们当时 没认出他来 买了他几只花锤 他问起娘来 我说呀 娘奔坟上 烧纸去了 月娘说 要 那你咋不叫他 等着俺来家呀 他说他明儿就来 哦 正坐着说话 奶子如意出来 对月娘说 哎呀 哥回了家 咋着 浑身烧上了 月娘一听就吓坏了 油打炕上抱起孩子 果然在出冷汗 浑身发热 回头骂如意 好个淫妇啊 是不是叫他冻着了 没有啊 如意说 俺拿小辈子 我的炎炎的 咋的冻着了 月娘说 哎呦 再不是啊 跟潘金链的死鬼坟上 吓着他了 我根本不让你抱他去 你不一 浪着抱着去了 如意说 哎呦 小玉姐看着了 抱在那儿 看看就回来了 啥时候吓着他了 你甭降嘴 那儿看着咋的了 把他吓坏了 快去 叫刘婆子去 不一会儿 刘婆子来到 看了麦西 摸了摸身上 说 哎呀 没事啊 留了两碗猪砂碗 用姜汤灌下去 吩咐如意抱着他 在热炕上睡 到了半夜 孝哥出了些汗 身子 这才凉了下去 月娘啊 哎呦 一颗心啊 不等 放回了肚里 第二天 雷旺 挑着个担子 来到西门庆家门口 跟雷昭啊 打了个招呼说 哦 昨儿个 雪姑娘 留了我些手势 许些今儿个来取银子 我还想见见大娘 雷昭一看说 好吧 你先待着 改日来 昨儿个大娘来家 哥不好 叫姨婆子 下了药 忙了一宿 可乱乎了 今儿个才好点 哪有功夫 乘银子给你呀 就在这个时候 月娘 孟玉楼 孙雪娥 出来送刘婆子 来到大门口 看见雷旺 雷旺 一看是月娘出来了 赶紧趴在地上 跟月娘 孟玉楼 磕了两个头 月娘说 哟 这不是来往 啥时候不见你了 咋不来这儿 走走啊 来往就将以前的事儿 说了一遍 说 想来 不敢来呀 月娘说 那算啥呀 过去的事儿了 都过去了 你爹也没了 当初啊 还都不是潘金莲 这淫妇啊 到处挑拨 把你个媳妇 逼得上吊死了 还把你给发配了走 今儿个天也不容 她也死了 来往听吧 叹了口气 哎呀 这事儿啊 娘心里明白就行了 说了一会儿 月娘问她 卖的是什么首饰 拿出来瞧瞧 随便捡了她几件首饰 还了她几两银子 都用等子 撑给了她 又叫她进入一门里边 吩咐小玉取一壶酒 撑了一盘点心 叫她吃 孙雪娥一看老钱来了 在厨房猛的一吨忙活 断了一大碗红烧肉给她 来往吃的酒毒饭 保时磕头出门 孟雨楼呢 和月娘众人呢 也就走了 孙雪娥 独自悄悄地和来往说 你呀 尝尝来早上 啥都别怕 奴啊 已经跟来找嫂子 都说好了 我明儿个晚上 在一门后的紫墙根啊 旁边有个小二房 等着你 来往见她地眼色 知道怎么回事 那 这一门晚上关不关呢 嗨 你先到来招屋里等会儿呗 等到晚上 踏着梯子 翻过墙 我在这边接着你 咱两个 会的一处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嘞 来往听了此话 明白了 心里挺高兴 辞了孙雪娥是挑担出门 第二天 来往啊 也不挑个担子了 盯着快下午的时候 慢慢地 溜带到西门庆家门口 等着来招出来 给她行礼 来招就说 哟 旺哥 你来了 来往说 啊 没事先来走走 里面雪姑娘欠我几钱银子 拙没给 接着来讨 来往说 行啊 来吧 到屋里坐坐 于是 把来往 让到屋里 来招啊 仔细地 朝四周看看 见没人发现 就把门关上了 来往在屋里问道 哎 嫂子怎么不见呢 嗨 你嫂子 在后边上灶呢 来往就拿出一两银子 递给来招说 哎 这点银子 拿壶酒 来喝哥嫂喝吧 哎呦 哪要的这么多呀 来招接过 叫儿子小铁棍过 这小铁棍 以前呢 西门庆打过他 这一晃 几年过去了 孩子长到十五岁了 已经把头发掉起来 长成个大小伙子了 拿个壶出来 打了一壶酒 给来往见了礼 又到后边 叫了亲娘 姨丈青来 过一会儿 来招媳妇姨丈青 端了一锅热饭 一大碗的乱炖 两叠的菜走进来 哟 旺官在这呢 来往拿出银子 给她媳妇瞧 你瞧 兄弟破费 打壶酒给咱喝 姨丈青笑了 哟 这算什么呀 这哪是的 一边放弃炕桌 让来往炕上座 摆上韭菜 把酒来蒸 来往先到了头一盏 递给来招 再到一盏 递给姨丈青 深的是义 一向不见歌嫂 这杯水酒 孝敬歌嫂了 姨丈青就说 哟 你甭说傻话了 有啥事 跟歌嫂不是外人 你呀 就跟我说实话吧 左儿个 四娘跟俺讲了 能两个 旧情不断 让两口的周全 这俗话说 要问下山路 得问路过人哪 你们俩想相会 拿出东西来 可别毒吃 啊 你吃肉 也得让俺喝口汤 过来 俺替你呀 得担好多不是来 姨丈青说着这个话 一方面 想鹅来往点钱 一方面 说的是真实的话 为什么呢 孙雪鹅已经是个寡妇了 要跟野汉子相会 来招呢 两口子又是看门的 你说你不给人点钱 人家怎么让你进屋呢 再者说 能白让你进屋吗 来往心里明白呀 赶紧跪下 哎呀 只望歌嫂周全 并不敢忘啊 喝了一会酒 一当情奔厚道 和孙雪鹅 地了话 出来对来往说 晚上啊 你到我屋里来躺着 等夜里关上一门 后背的人歇了 你们咳嗽一声 为暗号 越墙而过 你们呢 在该干嘛 就干嘛吧 来往一听 告辞去 等到了晚上 来往悄悄的 来到来朝的屋里 喝了点酒 直到精神时分 只听强那样 孙雪鹅 咳嗽一声 雷旺 悄悄的 踏着凳子 黑暗中 趴过粉墙 顺着那墙 盐子上 溜下去 孙雪鹅那边 用凳子给接着 两个人 回到小二房子 相拥搂抱 云雨一处 两个人是老情呢 也没多说什么话 就赶紧搬 搬弄了一会儿 事儿完了 孙雪鹅 拿出一包金银首饰 外加几两碎银子 还有两件 断子衣服 送给来往 吩咐道 明个晚上 你再来 我还有些细转给你 你在外边 找个安身的地方吧 石花告诉你 往后这家中啊 过不出好来 不如俺和你啊 萧桥的走吧 外边找些个房子 咱当个夫妇 那你又会银行手艺 俺又会炒个菜 还愁 过不得日子 来往厅吧 点点头 好 如今 东门外 有个细腻像 细腻像里 住着 俺一个 割房老姨娘 是有名的收成婆 叫屈老娘 她那里头 挺深的 挺闭眼的 咱两个投奔她那 谁也不知道 过一些时候 看没动静 我带你回徐州园集去 买几亩地重 也好啊 孙雪鹅一听说 那干净好 商量一定 来往作别 孙雪鹅 依旧趴过墙 来到来昭屋里 等天亮开了大门 偷偷地溜了出去 赶到黄昏时分 又来到西门庆家 遮入来昭屋里 等精神时分 依旧跳下墙去 招来目往 飞至一日 偷到了西门家 许多金银器皿 外加细圆手饰 衣服之类 来高两口子 跟那抽头 也分了不少 这一天 月娘啊 看见儿子 笑哥出天花 心中不快 让刘婆子看了以后啊 早早地就睡了 这孙雪鹅 看着是时候了 赶紧就把屋里的丫头啊 给灌了几口酒 打发地睡下 自己在房里 打点了一大包金银手势 装在一个盒子里 用手帕子 包了头 穿着随身的衣服 约定雷旺 在莱昭屋里等着 两个人要跑 莱昭说 哎 你走了 我看守大门 将来娘问起我 俺咋说呀 不如你二人哪 打房上走 踩破些瓦 还有些踪迹 也赖不着俺了 莱昭一点头 对呀 哥说的是 孙雪鹅 又留下了一个 磷首饰 一个金尔蛙 一件清零皂 一件黄日的裙 卸了莱昭两口子 直到五金天 浴黑之时 阁房搭过墙 莱昭夫妇 筛了两大杯暖酒 给莱昭和孙雪鹅 践行 说 吃了好走 路上撞点 吃到五金尺分 两个人哪 各拿着一根箱 踩着梯子 扒下房去 一步一步的 把房上的瓦呀 踩破了好多 等爬到房檐跟前 接着还没有人走呢 莱昭听了听 没有寻夜的 先跳了下去 然后叫孙雪鹅 踩着他的后 几两倍 搂抱下来 两个人呢 往前头走到十字路口 突然来了几个寻谱 哪去 奔哪 寻谱一鹤问 孙雪鹅吓得 慌了手脚 到底是莱昭啊 闯过江湖 不慌不忙 把手中的香 弹了一下 说 俺是夫妻俩 奔城外月庙里烧香的 起了早了点 长官勿怪 你背里背的包袱是什么呀 香烛纸马 哦 既然是奔月庙烧香 也是好事 快去吧 来望一听 拉着孙雪鹅 向前飞走 来到城下 城门才开 于是二人呢 挨出城去 转了几条街巷 来到一个叫 细米巷的地方 这细米巷 来望说 居堂 发觉来往 夫妻二人呢 带了很多的 金银首饰 先是惊讶 但是时间一长 不免起了坏心歹意 趁二人不留心之时 偷盗了一点 拿出去 要耍钱 不想哪天抓住 居堂啊 给逮起来 众人见这个穷光棍手里 有金银首饰 便知道他来路不明 于是官差压着居堂 来到居姥姥家 把来望 孙雪鹅用一条绳子拴了 那孙雪鹅吓得脸呀 个辣椅 换了惨淡的衣裳 带了个眼纱 被官差压着 直奔县衙 咱们再说 月娘家里不见了孙雪鹅 又听见孙雪鹅的丫头来报 房中乡内细圆首饰都没了 衣服丢的 胡酸乱似的 便大吃一惊 问丫头 你跟着她睡 她走了 你不知道吗 这丫头说 哎呀 她昨个晚上啊 问了我几口酒 我呀喝多了 醉了 月娘赶紧问来招 你守大门 人出去 咋不晓得呢 嘿 那招说 不对呀 大门每天上着锁 咋着 她还飞出去吗 来招啊 就领着月娘来看房顶 见房上 好多的瓦都破了 月娘就认定 孙雪鹅 由房顶跑了 但是 家丑不可外扬啊 月娘只得含羞忍怒 回房不提 咱们再说孙雪鹅 和来往 被公差 用一条绳子拴着 连着 屈堂 屈姥姥都给压到了县衙门里头 李直县当堂审案 先把这屈堂打了一顿 追出了几件金手势 接着 再打来往 追出银子三十两 又打孙雪鹅 追出了一大包的金银手势 又有打屈姥姥名下 追出那银子三两 是来往给的 就把这来往问了一个阴间道财 屈堂呢 是偷窃 和这来往一样 都给判了五年徒刑 说书人说到这还挺乐 没想到那会儿就有判徒刑的 三物同时入关 孙雪鹅呢 是西门庆的小妾 和屈姥姥都挨了一顿打 屈姥姥当堂就给放了 孙雪鹅 令本县差人 到西门庆家中 叫人呢 来领孙氏回家 吴月娘听吧 连忙叫了吴大舅来商议 说 已是出丑 领来干什么呀 没的 丢死人了 算了吧 给工人几个钱 回了支县的话 甭领了 支县听了回话以后 当场 把这官媒婆叫来了 叫雪鹅 在县场就给她拍卖 这事儿 一下子传遍了整个青鹤线 也传到了守备府春梅的耳朵 春梅听了这事儿 心中一动 突然想起 自己 还有娘攀金莲 被撵了出来 不都是孙雪鹅 给出的主意吗 这女人太坏了 如今她也有这样的下场了 索性 把她买来家中 上了灶 当个厨娘 以报平息之仇 想办 就对守备说 这孙雪鹅 我认得她 非常能做饭 好茶好饭好汤水呀 干脆咱把她 买来家中服侍吧 这周守备呀 对春梅的话 现在是百依百顺的 当场 才张胜莲 拿个帖子 对支县说 俺家小奶奶要买 支县一看 守备家的买 那干脆做个人情吧 只要八两银子的关架 这可太便宜了 交完了银子 孙雪鹅被领进 周守备府中 先见了大奶奶 然后在乡房中 来见旁春梅 春梅呀 正在房中的紧张中 才起来 手下的丫头 领孙雪鹅见面 孙雪鹅抬头 一看是春梅 不免低身相见 望上倒身就磕头 春梅一见孙雪鹅 怒从心头起 恶向党边生 拔眼这么一瞪 当场把管事的媳妇叫了上来 来呀 给我把这个贱人 把她的头上的笛记给我扔了 拨了上身的衣裳 打入厨下 给我烧火 做饭 雪鹅听了 暗中叫苦啊 哎哟 我怎么那么倒霉 碰到了这位太岁奶奶 即在屋檐下 怎敢不低头啊 雪鹅明白 自己是裁出火坑 腰无肉 糊口 以之后事如何 咱们明天再说 这位太岁奶奶奶